在传说故事中,鬼魂出现之前,总是会有一阵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寒风突然呱起,那么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呢? 科学家认为,这只是一种心理作用,鬼和阴风都是虚假的,但人们都愿意相信,鬼和阴风就是一起出现的。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以科学研究的角度,去探索鬼魂是否存在。 传闻英国伦敦汉普顿宫的画廊里成有凯瑟琳,霍华德的鬼层出没,他在1542年2月13日被分立巴士下令砍头,一些参观者称,这个地方经常骂鬼,有时还会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博士领导的一个科学研究小组对哈普顿宫的骂鬼现象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手段, 在画廊里安装了热感摄影机和空气流动探测器,并对400名参观者进行了调查,请他们陈述是否感觉画廊里有什么异样。 半数以上的人村,他们感觉周围温度会突然急剧下降,有人感觉到有嘴粉在周围活动,还有几个人甚至称看见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停灵现身。 科学研究小组人员说道,参观者之所以会有森森鬼气感觉的原因在于画廊里的多道门,形成了多道通风口, 这些气流互相交汇,使得室内的温度突然下降,画廊里有两处地方,温度甚至可以一下子下降两度。 科学家解释道,对于进入画廊的参观者来说,就像突然进入了一股冷空气的包围圈内,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但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就会产生一种阴风阔体的感觉,区区几度温度下降,所以会使遇鬼者感受到的思冷的含义呢。 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对冷的感觉,不在宜温度本身,而在宜温度下降。